读书人的精神家园,每天一篇名家散文随笔经典短片语录,含养星星,变化气质,亚瑟书满华,阿瑟萨奔赫,1788-1860,德国著名哲学家,非理性主义哲学的创始人。 代表作品,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,俘虏欲读一等,别碰那些畅销书,正如一关不整,暴露出,而并不尊重自己周围的人群,同样,草率,马虎,拙劣的文字,表明了作者并不尊重他的读者,拒绝阅读这样的文章,就是读者对作者和情合理的惩罚。 文字作品跟生活别无缘一样,在生活中我们随便,都会碰见不可就要有出笔之人,到处都充斥着他们的身影。 同样,树木庞大的坏书,列书源源不断,层出不穷,坏的东西无论如何少读也嫌太多,而好的作品无论怎样多读也嫌太少,列书是损害我们精神思想的毒药。 阅读好书的前提条件之一,就是不要读坏书,因为生命是短暂的,时间和精力都极其有限,因为人们总是阅读最新的,而不是所有时代中最好的作品。 所以,作家们就局限于时谋和流行观念的狭窄圈子里,而这个时代也就越发陷入自己的泥潭之中。 在挑选阅读物的时候,掌握识别什么,不应该读的艺术,就成了至于重要的事情。 这一艺术就在于别碰那些,无论何时,刚好吸引住最多读者注意的读物,原因恰恰就是大多数人都在捧读它们。 不管这些是宣扬政治,文学主张的小册,亦或是小说,是歌的,那些写给小瓜看的东西,总能找到大群的读者。 我们则应该把始终是相当有限的阅读时间,专门用于阅读历史上各个国家和民族所曾有过的伟大著作,写出这些著作的可是出泪白髓的人,他们所享有的后世名声,就已表明了这一点。 读者大众喜好追读不时冒出的,竟然关于古代某某作者,或者某某伟大思想家的评论文章或书籍,而不是去阅读古代作者或思想家的原著,原因就在于大众只愿意阅读最新才印刷出来的东西,并且,相同羽毛的鸟聚在一起。 对于读者大众来说,当今那些乏味,肤浅的人所写出的沉闷,唠道的废话,比起伟大思想家的思想更加亲切,也更有吸引力。 读者大众的愚蠢和反常是令人难以置信的,因为他们把各个时代,各个民族保存下来,不至为高贵和稀罕的各种思想作品放着不读。 一门心思的偏要拿起每天都在涌现的,出自听拥头脑的胡编乱造,纯粹只是因为这些文字是今天才印刷的,刘墨还没干透。 没有什么被阅读古老的经典作品更能使我们神清气爽的了,只要随便拿起任何一部这样的经典作品,读上哪怕是半个小时,整个人马上就会感觉耳目一新,身心放松,舒畅。 精神也得到了纯净,升华和加强,感觉就犹如唱饮了山剑岩泉。 阅读一个人的著作,总会比与这个人的交往过得更多的内容。 就最重要的方面而言,阅读这些著作的确可以取代,甚至远远超过与这个人的精神交往。 所有真正的,优秀的作品,无论在哪个时候,那个地方,都要与总是暂日上风的荒唐,拙劣的东西进行没完没了的恶斗。 几乎所有真正的人类启蒙者,几乎所有在各个学问和艺术上的大师都是巨大者。 那些想救某一话题求教的人,千万不要匆忙拿起讨论这一话题最新出版的书,买以为科学总在进步,而新书的作者,肯定是利用了之前的救助。 如可能的话,我们就要阅读那些对所讨论的事情,有着根本性的发现和认识,真正有独创性的人所写出的著作,或者至少是在某一学问领域里被公认的大师的作品。 宁可购买二手书,也不要阅读内容方面的二手书。 一本书的名字之余这本书,就好比是信封上的地址,姓名之余一封发出去的信。 也就是说,书名的首要目的就是让这本书,能够引起那些可能会对这本书感到兴趣的人的注意。 一件作品要永恒不朽的话,那这一作品就必须具备多样的优点,以至要找到一个能够理解和少时所有这些优点的读者也不容易。 正如一官布者,暴露出,而并不尊重自己周围的人群,同样,草率、马虎、拙劣的文字,表明了作者并不尊重他的读者。 拒绝阅读这样的文章,就是读者的作者和情合理的惩罚。 作者能否给予读者满足? 关键之初总在于这位作者和读者之间,在思维方式上能否形成共鸣。 这种和谐共鸣越完美,那读者感受到的满足就越大。 据伟大思想的作者,也就只能被拥有非凡头脑思想的读者所完全欣赏。 言外之意,好书就只有很聪明的人才会去读。 孟子一直决定命运,唱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